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导演杜斌 之前是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 因此杜斌被无理秘密拘捕 包括美联社、英国广播公司BBC都相继披露了这项讯息 而他先前服务的媒体《纽约时报》也立即做出了报道给予关注 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 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导演杜斌 日前遭到北京当局刑事拘留 纽约时报在13日报道关注 杜斌的友人在杜斌家中找到两份未签字的传唤证 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杜斌的亲友表示 杜斌最近拍摄的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 揭露中共劳教所对人员的虐待和暴行 因此触怒中共当局 纽约时报也指出 杜斌的一些摄影作品曾获得时代杂志刊登 它的报道主题也十分广泛 包括请愿者访民三峡大坝 以及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居住七年的梁家河等等 最近也出版新书《天安门屠杀》 纽石引述知名学者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哈佛的指导教授孔杰荣指出 警方将可以借这项罪名把杜斌拘留15天 杜斌有可能被释放 也有可能被送往 劳教系统 新台人的电视吴博轩编译